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欢迎收看 林修与明拜神的旨意系列课程 专注点 这个叫大家学会一个方法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非常仔细的 过程叙述的 把事情讲清楚的一条线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来 这种切面式 像切萝卜一样 只能给你一片 在这一片里面 大概就知道萝卜是什么 我们的专注 就是借着每天的操练 要体会到 神 借着信仰 借着我们灵里面的重生 借着圣明在我们里面的居住 我们的灵觉活过来 是最敏锐的 他有没有体会到 在短短的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的里面 体会到有另外一个 客观的 外力的 这样的一组的光照 这样的引导 这个是最关键的秘诀 核心 所以 有一种方法就是 可以大家在举手 那个地方 就是说 你觉得你有这样的 或者似乎 或者感觉到 是有这样的感动吗 这是一种方法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 能够知道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有一两位 简单的 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刚才得到 有圣灵的感动 大家可以按照这样一个专注 看看谁 谁先来分享 我先来分享吧 好 我目前呢 也正在 这个学这个信心的 这个操练 然后呢 刚才听到你讲的 徐教授的 那个案例呢 就是有一个双保险 然后呢 我就翻开 西伯来书 这个六章 然后看到 有几个字呢 就是神确切的应许 然后呢 神既然应许给亚伯拉罕 那同样的 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也会应许给我们 也会给我们这个双保险 看了这一段之后呢 也就是说 顺着感动吧 我就看到那个 第四章的十六节 所以呢 我们就只管 坦然无惧地来到 师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这呢 也就是回应了 我的刚才的说 要有信心 对神要有信心 因为神已经 为我们上了双保险 所以说呢 就要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宝座前 对 这就是我刚才的 一点感动 这个 很好 那你有没有觉得 是有一些的 特别的一些的 体验啊 感动啊 有啊 就是刚才 一开始我就读这个六章嘛 对 六章的这个 双保险的事情 然后突然间呢 我的眼又跳到 前面一页 就是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宝座前 这就是信心 所以呢 当你这样的灵修完以后 你自己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比方说 我就教你这个方法 就像我四个小时祷告一样 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 我为什么里面这么平安呢 举例来说 那个福音朋友 调包的那个 我是用排除法 我还忘了讲 我是用排除法 比方说 首先第一个 我现在记起来的 就是第一个 神管不管 那否定的方法 就是神不管 他不管里面就不平安 你想到神会管 里面就平安 反复在那里摸 排除法 就是一个个的排除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当我来问某一个人说 你有什么感受 我就是希望弟兄姊妹 用不同的方法 尝试的去拿捏 揣摩 表达 这个里面的感受 这个就是很奇特的 你只要表达不准确 他里面就不舒服 这个叫排除法 直到你表达的舒服 比方说你刚才说 你信心 这个是一个结论 但是你在到达这个结论之前 你应该是说 你里面有平安吗 你里面有盼望吗 你看这几个就 我是因为有经验了 我随便一问 我就能够大概估计得到 在一个坐标的里面 你大概在哪里 所以你讲信心 当然是一个结论性的 但是在这个结论之前 到达这个结论之前 我要来评估你 我如果要来评估你 我必须客观 比方说 我现在问你 你就回答我 当你看完 当你看完西伯来书六章 这里又到四章的十六节 你里面有没有平安 有平安 有没有镇静 有 有没有某种的对着神的盼望 有 平安 镇静 盼望 对 有没有觉得你的事情不远了 有 就是有这种感觉 不像以前 内心的有时候慌望 现在呢就是平安了 有盼望 对 我问这些东西 因为我是有经验的 我不是随便问的 所以呢 其实你讲到的 我也估计到了 可能你的事情不远 还是有一个 我们完全不知道 他会怎么做 完全不知道 但是他不会让你 记住 这个是闭着眼睛 可以去兑现的 信靠他的人 逼不去羞愧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一个明白神 旨意追求 亲近他的这样一个生态 非常好 还有没有哪一位 没有 我们就赶快往下走了 好 我已经砍掉两个个案分析了 没有时间了 那灵修是在里面 借着主观的 灵觉的体验 去经验 确认 圣灵客观的引导 这个叫灵修 那明白神的旨意呢 是外面肉眼看见 灵眼也要看见 就是像那个三个博士 去朝见耶稣的时候 天上有无数的心 但是他们就发现有一颗心 跟着他们走 带着他们走 而这到了耶路撒冷 就看不见了 出了耶路撒冷又来了 虽然那个心是比较特别 但是所有人都看见 不是所有人都跟从 就像西墨西哥州的云 西墨西哥州是个旷野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天上有无数的云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见 在不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云出来 所有的人肉眼都看见 只有灵修明白神旨意的人 看到有一朵云 是在他前面走 带着他走 跟着他走 所有人都说 我往哪里走 云也跟着我往哪里走 不对 肉眼和灵眼都看见 有一朵特别的云 这个就叫明白神的旨意 是在外面的是客观的 但是又是奇特的 这是跟灵修不一样 原则上来说 明白神旨意看见外面的云 要比灵修 记着灵觉去感觉圣灵的感动 要稍微容易一点 原来有三个范例 我就减掉只有一个范例 我们有X弟兄 你们可能知道 可能就不知道 就暂时无所谓了 五年没有走出困境 大概是到了2021年 我里没有感动 时候到了 是神要我来帮助他 当然在过去有不少人帮助他 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 但是五年前我就知道 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 这个X弟兄就问我 我说我不能告诉你 是不是以后能够告诉你我不知道 神对我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五年我不碰他的事 他就问我 为什么每次我找你 你好像就把我推开 我说因为我看不懂你的事 神没有解释 我不能随便接的 当然注意爱心 有的时候我会就是超越自己的原则 那个是有些风险的 对人的信心 对神的名 对属灵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说话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帮助他 那我就发现一个事情 我们每个星期谈两次话 每一次通话 他都给我指出三朵云 什么意思 每一次他都看见圣灵三次带领他 记住啊 每一次我们通话 他都告诉我 不是我问他 是他告诉我 他里面有感动 神给他看见三件事 而且三件事是典型的三点一线 哇这个是再奇妙不够了 这个是再开恩不够了 等于是神把一个稀饭粥 皮蛋瘦的粥做好了 端在桌上 汤匙都咬出来了 放到他的嘴边 到这个地步 神慈爱到这个地步 我一下就认出来了 就是旷野的云柱火柱 就是圣灵的带领 已经八个星期了 每个星期两次 每一次都是他告诉我 都不是我告诉他 到了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了 我说有这么奇妙的规律 百分之百 还不是百分之五十一 讲圣灵就感动我 我就告诉他 这个就是云 这个就是新墨西哥 做旷野的云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云柱火柱 这个就是三个博士头上的心 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 到现在基本上每次就是 我都开始有期待了 每一次的三点一线的给他的带领 都越来越靠近他走出困境 最近的一次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情 所以是三月九号的时候 他跟我讲 我说你的事情三月十二号是一个转折点 哇他把我抓住啊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赖在我身上 他说啊我就抓住你 我说是你抓住我 我要拽着你 但是我说你要知道 抓人是神不喜悦的 你一定要抓住神 就是昨天五年了痛苦啊 我就不要讲了痛苦到什么地步 他就问我为什么神 他也问神 为什么五年不解决他的问题 我说我不知道 神不解释 我们没有解释 我说你一定不要自己去想象 他有一个想象神会如何做 所有人都要打消这个念头 你不是神 神的智慧高过你的意念 你没有办法去猜他怎么做的 想都不要想 你想了会受打击的 所以在这个结束之前 在我们走旷野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猜 你要把最后的结果交给他 你要相信他 所以我说你看 昨天就发生了 我就指他 他说跟他的想象不一样 我就早就提醒你了 你的一个其中一个最大的麻烦 就是你想象神会怎么做 越想象你就越受苦 你就越现在里面出不来 因为这是你的想象 不客观的 昨天发生了 它是个转折点 他说是不是我会越来越好 我说绝对的 百分之百 昨天是我喊哈利路亚 他还没喊哈利路亚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三次看见外面云一般的云柱火柱的引导成为八个星期的常态 没有一次失败 而且都是大事不是小事 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三点一线 三次外面看见这个弟兄 神开恩给他的祝福 你想看八周每个星期有两次 每次有三次的祝福 在八周里面有近近五十次给他的祝福 你们不敢相信 我没有讲细节 全部都是好事 差不多五十次有好事的祝福的云在他前面 你一方面可以知道这个人软弱到什么地步 困境到什么地步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神是如此的怜悯和祝福 成为常态 而且三次我看见时间点神的带领 绝对不是巧合 五年前神对我说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时间点 这是我在四十年的里面 过去三十年教会幕会的里面 只有第一次神拦住我帮助一个人 这个是偶然吗 绝对不是偶然 而且我跟他接上 然后看到3月12号 绝对是出于神 奇妙啊 大灾啊 神的奥秘啊 好 作为结束 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 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得着神的旨意 要确认神的旨意 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求 他就听我们 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意思 不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才心想事成 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 而且要相信之道 我们向他求的一定会得到 耶稣说 你看不见风 但是你听见他的风响 稍微隐身一点 我们也看得见树叶洞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 也往哪里去不知道 你不知道神会怎么做 你不要去猜想 想都不要想 但是凡从圣灵生的都是如此 凡靠圣灵活的也是这样 圣灵参透万事 上面连神的事参透 下面人的事也参透 圣灵就把神的灵和人的灵 连起来了 所以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只有基督徒有神的灵 可以知道神的事 但是他不开恩 我们不知道 他开恩我们就会知道 结论 灵修的三大基本功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后面神的意思 然后把这样运用到生活的里面去 明白神的旨意的三个基本功 每天要相信确认 神都有带领 每天至少要有一次 知道他在带领你 而且每天不单是要相信 确认而且要经历和成为实际的一个结果 然后进入神给你的丰富的生命和命定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今天祝我们感谢祢 祢是何等一位恩典的神 祢乐意赐下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祢乐意借着圣灵 和我们自己的灵的顺服 祢来开启我们 引导我们 祝福我们 主啊就求祢给我们 有这样的敏锐 能看见 祢是何乐意 开恩 启示我们的神 好叫我们借着这样的寻求和训练 主啊 祢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和生活之中 好叫祢自己的荣耀 我们感谢祢 听我们这样祷告奉祝经圣命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神 求神祝福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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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一定要操练 一定要操练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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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亲 任志 啦 熒ens 祢 爱 艾 天 天 贤 地 心 已与今够顺利 荒药相依莫处 再再继续等 在塑造 Europa 当时我最多 cou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